请你多可下留情,十六点根本不必回头去看作为你的人是谁,如果我一条疯狗咬你一口,再多难道你也要他下去翻咬他一口吗? 十七点永远不要厌费你的一分一秒,去想任何你不喜欢的人,十八点请命运,慈悲心和温和的态度,只有八年的故马也理去说出来, 孟子,孟子,孟子,别人就能以接受,十九点同样的心理,因为十六要说过天将同样的心理,你为十六要充满着烦恼呢? 二十点得不到的东西,我们会一直以为他是美好的,但是因为你对他了解太少,没有时间与他相处在一起,当有一天,你深入了解后,你会发现人对你想象中的那么美好。 二十一点活着一天,就是有福气,就该珍惜,当我呼气我,你有鞋子穿着的时候,我发现我人却没有脚,二十二点多一分心力去注意别人,就少一分心力反省自己,你懂吗? 二十三点分心力,别人对自己是一种很大的分析,二十四点每一个人都拥有生命,但并非每个人都拥有生命,但并非每个人都拥有生命,来致于珍惜生命。 但是并非每个人都拥有生命,但是并非每个人都拥有生命,生命对他来说,是一种惩罚。 二十五点多一分心力,但并非每个人都拥有生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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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 并非每个人都拥有生命,因为并非每个人都拥有生命,但并非每个人都拥有生命。 如果你沒有智慧你經驗的正確判斷,通常都會有錯誤的。 31點要瞭解一個人,只是看他的出發點以目的的是否相存, 就可以知道他是否真心的。 32點能理這些便說有實施的言廢。 32點不洗澡的人,應他香水是不會香的。 民生與尊貴,是來不如真才實學法。 你們就能知道有一位真上帝。 原諒別人,就是給自己心中留下空間。 一遍迴旋,與神通算道,又是神,又到太初。 讓時間流動你的煩惱吧。 35點你硬要把單純的事情看得很嚴重。 世界各樣和你會很痛。 約約36點永遠扭持別人三個人。 無藥可救。 37點說一切謊話。 要編造實際謊話來彌補。 可否和38點白白得過一天。 免費暗服試試。 就像換惡切到罪一樣。 39點廣結。